今天到了 我們人在台南 這一集叫什麼 台南好秋 台南進秋 秋天的時候 這個我們都知道 跟海產有關的東西 有很多好吃的 重要是怎麼樣 把台南這邊的 秋天好的時代 去把它抓回來 這一集台南好秋 就讓我跟立文 帶著觀眾朋友們一起 一探入秋的台南海產 到底有多秋 第一站就來到台南北門 聽說這邊的生蠔 隨便摸都有 台南這邊 聽說的生蠔 巴掌大 但很靠奇的是 是你的巴掌還是我的巴掌 你看 我們現在搞清楚 到底是他的巴掌 還是我的巴掌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個人 來 請進來 阿仁哥 為什麼這麼講 不然不要下去 你真的等一看 我們先去看水位 對 現在剛好在漲潮 一般我看台灣產 蚵仔比較有名的地方 就是東石 王宮 對不對 對 北門這邊也算大嗎 其實我們北門西武裡面 它是一個 天然坪上保護的內海 所以還滿適合來做 一個牡蠣的樣子 算是主要的產地 然後因為很緊鄰 布袋東石 所以像是布袋東石的 韓商就會來這邊 產地這邊做一個水位 然後拿出去說 我們這個布袋 我們這個有漲潮的 其實根本不是 就是北門的 可以這樣子嗎 可以 因為我們都支持台灣 本產的那個牡蠣 我懂 我知道很辛苦 我們這次 我們就北門把它弄清楚 就好了對不對 以後我們就大聲這樣 抱抱抱抱的啦 我們這邊是蘋果會養一年 然後我們再移到這個淺攤的地方 再去養第二年 其實就像有點放牧 放牧的一個概念 讓牠在比較大的空間 來做一個成長 所以牠其實是 釋散在我們周圍 生蠔 我們剛剛走過來 有踩到很像石頭的 其實都是生蠔 有是生蠔嗎 有啊 你把它踩下去了 有嗎 我剛才有踩到 我的運氣那麼高 我都沒踩到 其實我們可以稍微蹲下來 用手的觸感摸地上 如果有發現 有點像石頭的 牠其實都是那個生蠔 我找到了 對 很大 這看得到嗎 對 這個就是我們養殖 兩年到三年的生蠔 可是還沒有到你的 你說的那個 那麼 不是要到嗎 其實我們 我們其實就是要放養 在這裡的時候 就會把它變成單體牡蠣 讓牠不會熟掉 所以牠成長得會比較快速 牠也是跟魚一樣嘛 你又在一個比較小的雪茹 像魚就長不大 牠比較大的地方 在空間大 牠自然就大 牠就會長得特別好 對啊 放養這樣子 對 啊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帶到岸上去做燒烤 但這樣添去的時候 牠的牠都漂亮 對 啊這個牠小一點 我們就讓牠繼續長大 好 像這種大顆而愛有所謂的產季嗎 像北門西湖的話 我們這邊是端午節到中秋節這一段時間 端午節到中秋節這一段時間 最...這個生蠔最肥美的時候 好 百度人來了 欸 你什麼時候來 你在說什麼 我在說的時候 哇 你在... 你很醜耶 我已經兩台車併在... 兩台船併在一起 你怎麼坐人啊 船來了就不用客氣了 來 我們上船 看一下 橫吊式 吊掛式是什麼 牠是平... 平掛式 平掛式 像牠現在長潮 牠就其實已經看不到蚵仔 牠已經在水裡面 來做一個進食的動作 然後退潮 牠就會露出海平面 來做一個日光浴 其實牠是... 這樣的蚵仔 就有點像我們在講肉雞 因為牠不是一整天都是在進食 也因為這樣的養殖方式 牠要養一年才能收成 牠就是... 牠剛剛說肉雞 肉雞就是飼料機 就養在籠子裡面 對不對 大家說比較像... 放山雞 對不對 讓牠有活動的空間 這個就到我們那個... 平掛式的養殖區 這個就是平掛式的... 不是啊 也是結櫃圓 牠都... 開瓶開瓶的 第一年的大小 對 第一年 牠大家都住在一起 就這樣一瓶一瓶 我們會把它變成一個一個的 暫停磨泥 一顆一顆再丟過去這樣 牠就會... 養殖到第二年 牠就會大概是這樣的大小 這樣 妳看 好多 對 顏色也會變耶 牠會變得偏黃色耶 牠其實第二年 牠又有點像化石的顏色 開始裂開了 我們會看到牠的成長的一個 像年輪的一個痕跡 這差一年嗎 大概一到兩年 一到兩年 那你最... 這樣我不注意的時候 就把它挖開了 我們有看過蚵仔在心跳 你看 仔細一看 其實是可以看到那個蚵仔的心跳 牠有起舞 我們吃看看這個... 牠很會跳 蚵仔 蚵仔 因為現在滿脆的 對 好 不會吃到海的味道 這邊的海芋算是比較鹹嗎 我們這邊算是比較鹹分 所以我們這邊原分地帶 所以蚵仔其實吃起來會... 滿滿的海味 海味 但是回歸的甜會更甜 對 牠會回甘 很好吃 怎麼會比較長 我也是這樣想耶 我想說我心情 牠是大哥 可是你看起來 牠其實沒有相干那麼飽 其實我剛剛那顆比較好吃 對,牠比較肥 因為牠這個還沒有完全熟成 牠有半透 牠不... 我們去挑選蚵仔就會貪牠的肚子 貪牠的肚子 是不是就白是... 比較白就是牠比較飽滿的 然後這個比較透明的話 牠就是... 像牠可能... 這樣大概是五到... 五分的肥度而已 好吃 好滿甜的 吃得... 讓牠回饋出來的甜度就好了 那我們吃看看這個養殖兩年的 一個在挑一個人 真的會吃完之後有一個甜味耶 會回來的是回甘 在舌頭上對 牠就會有那種甜味 我們會去挑牠的容器 柯爾就是牠的容器 越厚的就是牠的... 越飽滿 裡面盛裝的肉越... 你看這邊有沒有 它這個是平的 這是一個凹的 這個越厚越好 你要是隨便拿一個 像... 這個就沒有它好 有沒有 所以我這個 它的容器就沒有那麼的厚 我小吃 它現在在挖... 把那個背書給挖斷 它就可以打開了 可是這個嚴格說還沒有到 它顏色... 它不是那麼很乳白的 對 因為現在已經算是秋天了 已經比較不是它 那麼肥美的一個狀態 就對了 其實我們剛剖出來的蚵仔 它就是這種比較偏... 沒有那麼的白的一個顏色 它市場上其實會看到 那麼的白是它有泡過那個蛋繩 鵝鵝因為生偷鴨的關係 它會去吸那個蛋繩 然後它就會很飽滿的樣子 脆 生蠔最好吃的地方就是它的 我們講中間身體內臟的部分 就旁邊這個生蠔唇 跟裡面的背竹 我喜歡的是旁邊這邊有帶點脆 背竹帶點脆 吃起來折扣在嘴上 一咬的時候有鮮度又帶脆度 就很好吃 吃起來會這樣沙沙沙沙這樣 然後它的干杯又特別喝大 其實是很鮮甜的 然後我們再來剖一顆 對不對 那個脆爽度 然後背竹的那個大顆 然後咬 這個其實跟我們剛剛吃那個蚵仔 就有... 吃起來就有差別 好好吃耶 它是會回甘的回甜 所以這一個就很飽滿 你們要嘗嘗嗎 吃 本來這個是要讓你們吃的啦 可是我要先試一下 因為剛剛... 你那個差異性要把它吃出來 你知道 也就是說我們... 你知道主持節美食 節美食很辛苦 滿滿的 這個好大顆 這個就... 飽滿 我們大概在五到七月就是... 每一顆都這樣 中秋節的時候 都是這個季節的時候 它就會那麼的飽滿 一般在國外還是這樣 哇好處對不對 它會把它翻起來 然後這樣給客人 看起來就是... 比較漂亮 比較漂亮 對嗎 好 這個是很好的 看它看它看 你很麻 這一口 應該要... 讓這個明顯的脆度更好 而貴出來的甜度更好 好吃 到底我們就... 這個跟剛剛就有差 它也是沒有像剛剛那一顆 那麼好賣 甜喔... 他很聰明 他知道說我這個 可能要分給大家吃 他這樣... 趕快塞進去 從差不多是早上的八點到這邊 現在已經十一點了 忙活了三個鐘頭 也該吃了嘛 對不對 我們這邊有一個特色料理 叫那個蚵仔挖粿 挖粿 挖粿裡面會有加蚵仔 我沒有吃過蚵仔挖粿 只有在我們... 應該全台灣 只有我們這個地方才有 我們是用在地的蚵仔 爐竹鍋出產蚵仔 然後隔壁村 鳥丸出產那個紅蔥頭 因為它都跟它蒸起來 所以有會那麼軟 對 還沒那麼Q 還沒那麼涼 它的硬氣就會Q 有些人喜歡吃冷的 有些人喜歡吃熱的 都不一樣的一個口感 好香喔 主要是吃它的氣味 你先看完應該是在外面 很少有這樣的一個味道 這種蚵仔挖粿 其實就是長輩 我們出外以後 長輩要回來 所以它會條件做一個 這種的料理 讓我們回到家鄉 可以品嘗到這個家鄉味 很香 所以沒味道 我們這個地方來到這邊 其實是買不到的 我們希望說我們以後 社區協會可以來做一個伴售 讓更多人來到這個地方 可以有一個品嘗到這個好味道 對 現在還沒有賣 沒有 我們現在都算 當活動有一些遊城 我們體驗教育的時候 會來做一個DIY的一個教育 怎麼會有龍蝦 龍蝦也是我們這邊 其實我們藝術的生態很豐富 它也會採龍蝦 我們這個地方 魚蜜常常也是會去抓龍蝦 它用立體的肉上咖 這個就是我們本港的龍蝦 龍蝦已經烤好了嗎 這個都已經熟了 熟了 就很漂亮 放得很冷 這樣還要吃 我們講話 跟外面的龍蝦有沒有不一樣 對啊 其實它 雖然小隻 可是它還是肉很飽滿 這算野生的嗎 對 全種野生 所以它有大有小 你看這海魚比較濕 所以雞很輕 肉就熟了 可以吃得到它紮實的口感 我們就直接大口吃它 好吃耶 又好紮實 很鮮甜 也很鮮甜 你們有打算餵吃這一塊嗎 OK了對不對 OK 好 學會先開吃 很脆 龍蝦你就吃 很好吃 好厚 很好吃的 好好吃 好 好吃 你怎麼是放在甜的 不是放在深的 魚蛋 其實瘦熱麵 然後它就會 肉就會留在這一個殼上 對 可是如果它這邊 你放在深的話 它的湯就會留在鮮的殼上面 那其實 吃它的海水 我們把它烤乾 比較不會那麼鹹 這個比較鬆 熟的生蠔跟生的生蠔的最大差異是 很多人說我不敢 老闆我不敢吃生蠔的味道 你幫我烤熟一點 沒有 熟的 它因為已經是蛋白質熟化了 它的生蠔味道反而更濃 吃吧 然後它現在烤了 它其實烤得有點半生熟 所以剛好是有點收汁的情況下 裡面應該還是屬於 就是有一點帶點很甜味 然後它的脆爽度還是 好快吃 有點焦香 它的那個備注 就是乾貝那個地方 脆出來是有唇 它是脆 但它跟我們剛剛在海上吃的不一樣 海上吃起來 它是脆爽 但它有點水嫩 這個有沒有 這有一點點解鎖 解骨 但是外面而已 外面收汁的 它更明顯的 因為它在烤得過程 我們把海水烤掉了 所以是還沒有剛剛那麼鹹 但它的鮮度 不是因為烤熟了 過透的那個鮮度 而是還是生的鮮度 現在嘴巴黎我講那麼久 它還是屬於熱的狀態 你可能不太懂對不對 我想 我不懂 我不懂 我知道 我再吃一顆 再解釋給你 不就 你可以給我吃了吧 不就很包嗎 天啊 好 那個粉紅泡泡 你如果大小就炒這麼多 對 我拖了一塊布 你剛剛沒有在那裡 你現在人的感覺 我剛剛在旁邊 我想想了很久 然後再講一句 像你剛剛講的那個畫面 我自己吃了吧 直接用嘴巴 你自己烤一下 好 你看 好吃 好吃 而且我們發現廚師一個小小的秘密 在門門買一個都是烤身跑的時候 你中間可以發現 為什麼你偷偷藏個龍蝦會不會 對啊 你沒有想想 謝謝 剛剛那個沒有吃 就好像主持人 你看 我們… 你沒有吃夠 你不要這樣子 我們那個 剛剛烤的是 走了 這個是烤更香的一個口味 我吃看看 其實它的口感跟口味是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是有一個焦香味 我… 經過我們這樣走訪了這個所謂的朝高雄 妳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還滿好的 因為我之前比較長時間待在高雄 是因為拍戲的關係 去的地方跟現在比起來 我覺得改變得非常多 對我來說最震撼的其實是那個市場 對 但那個麵館我也喜歡 那個爸我也喜歡 我有一個壞習慣 其實算是好習慣 就是無論在任何時候 我看到有商家 或有賺錢機會 我就會在想說 如果是我 我會怎麼做 所以我今天做了這道菜 就是如果我今天在那個市場裡面 我發現還有很多攤 對 我如果擺攤我要做什麼 深思熟慮之後 我覺得我會賣凍飯 凍飯 對 因為台灣來說 基本上大家對凍飯的形容 只有青植凍跟豬排凍 對 對不對 還有一個就是海鮮凍 但其實凍飯在日本 有很多不同的凍飯 那我會覺得既然是年輕人 他可能需要的飯量 而且凍飯有個好處是什麼 你把凍飯上面的菜拿出來 它就是一道菜 加了飯就變凍飯 所以他可能 比如說我點一個凍飯 我有很多不同的菜 對 所以我就想說 好 那我今天就來做這個 牛排凍 對 那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就是我現在煎 對 我用大火去煎它 一般不是需要靜置再回來煎 對 這道菜就不用了 另外還有醬汁會再進來 所以它會有醬汁淋在上面 對 那醬汁也會熱會讓它再導熱 所以這邊就是讓什麼 讓牛排煎到脆就好了 所以你想要這個凍飯 它的牛肉是熟度是什麼 大概五分 因為這一塊是一板 成本也不高 然後它的旁邊有帶筋 所以這個筋倒著吃起來 對年輕人來說 它會多一個咬勁 多一個取決的口感 對 然後你要煮醬汁嗎 先放味醂好了 因為鍋子有點熱 醬油 那這個你還要再加糖嗎 不用 不用 有味醂、醬油清酒就可以 也要放奶油 對,放奶油 這是一種鐵板燒的做法 對,待會兒那個醬汁就會非常好 好,你現在幫我把飯拿開了 要放在兩個碗裡面 好 然後這邊蒜頭把它放進來 蒜頭磨成泥 對 好,這邊醬汁煮到有點泡泡 脹起來了 是,味道很濃 好不好吃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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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來切牛排 好呢 那你要再熟一點嗎 一百可以再熟一點 好,那我們再熟一點 熟的話你要怎麼樣 你就把它一樣把它放進來 這個時候因為我們醬汁的原因 我們就可以放一點點的水進來 讓它稍微稀釋一下 那這樣的方法有個好處是 第一個你可以確定它沒有那麼深 因為如果今天這塊是非力 或者這塊是肋鹽 我覺得那個熟度就夠了 那一百會稍微硬一點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 你去煨它的時候 它可以把什麼 味道 煨到牛肉上面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是 牛肉味道也會在這邊 進到醬汁裡面去 也是看部位 對 去取決它的熟度 那這個時候是淋的 是讓它上下一起熟吧 那如果我今天沒有醬汁 我做醬汁的 那你就再進來 再煎 它就是我們所謂的 外面的靜置之後 然後再放回來 對,分兩次 有沒有 現在肉的顏色也好看 差不多了,裡面也熱了 對 我剛剛講說的凍飯 如果說你今天沒有用凍飯 沒有飯,它就是單單純純的 它就是煎牛排 如果這個 我覺得在那個市場賣 我覺得應該會有人會喜歡 會吧 因為那裡面也沒有啊 它又可以吃到肉 又可以吃到飯 然後你要合在一起或分開 對,或者是 然後有很多選擇 對 那你為什麼現在又要再切奶油 然後融 讓它融在肉上面 然後芥末 光這個醬汁不知道可以配幾碗飯 這樣就很過癮了 好,簡簡單單 今天如果這個凍飯 我覺得在這個市場裡面 鹽城第一市場 對不對 那也不用多 就這樣一份就這樣切好一份 我想這樣在鹽城那邊 應該可以開店吧 如果有一天大家在那邊 看到我在那邊開店 千萬不要訝異 記得跟我打個聲招呼 好不好 好,大家試試看 妳有吃過牛肉加芥末嗎 沒有 我跟妳說 牛肉加芥末是絕配 所以我剛剛看有眼線好 傻眼是不是 它的芥末不是那種 你不用加很多 它就是一時一時在旁邊 點綴一下的 但它最主要是因為 要提味道嗎 芥末本身 你把它當成是一個類似 像蔬菜的東西 蔬菜 對 它本來就是算更精類的 它只是對一個嗆味 可是那個嗆味不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但你現在沾的時候 譬如說這塊是牛肉 這樣就好 它不會嗆 不會讓你不舒服 如何 那芥末很特別吧 為什麼有一種在 很愛吃生魚片的感覺 這樣還會解膩 因為它旁邊還是有一些油脂 可以 好吃耶 牛肉也好吃 這熟度剛好 醬汁也喜歡 對 高雄說真的 從以前到現在 近幾年吧 我覺得近五年 剛剛有些很大的轉變 尤其我這次看到延伸區 這我最大的感悟 這些年輕人 不管是不是高雄人 聚集在高雄 然後把自己的一些思維跟想法 裡面 在高雄這個地方不斷的發揚 這種有想法的人聚集在高雄 創新 對 高雄只會越來越好 你要記得 有時候到延伸區的時候 你就看到我賣這個的時候 你仔細看那個老闆 你不可能會 乔裝在那裡 這一集 高雄讓我很意外 堅持用磅秤下面的理工男 老市場文青小吃獨特風味 結合在地元素質特色酒吧 每一位老闆 都會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也許未來能有更多不一樣的潮流美食 繼續豐富港都高雄 素食料理一張就下次見囉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再不是素食料理 吃飯囉 吃飯囉 都是 Bachelor 我們蠻壁壁有的